因為畢竟各位使用 平常使用上應該簡報用上機會比較多 那如果說你不是在一般所謂電腦教室 而是像我們這樣 比如說是演講的場地啦 或是一般的教室裡面 你要跟台下的觀眾互動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要點名 像我現在我就不知道各位叫什麼名字 這樣也不好點 對不對 那個人情奇力這樣不好 所以呢 我們來試看看這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呢 叫做ED HALO 這個東西 好 有好處 很多時候我相信 像我們位教的部分也好 是不是會有看影片 對不對 那影片裡面可不可以出題目 可以 所以呢 我請大家來這個地方試看看好不好 您到我們簡報的第八頁 簡報的第八頁 您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我們先玩過一次 來看看大家有沒有嘗試 啊不是 這是醫學之事 哈哈哈哈 這一題 視椎跟視感細胞 各位還OK嗎 有聽過這兩個嗎 好 所以在下面有一個連結 有沒有 在第八頁的右邊這個範圍有一個連結 你把它打開 好 我從這邊打開一下 我在這裡 好 你看喔 我就先Play一下囉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首先 將要壓縮影片進行 色彩空間的轉換 我問一下 這位有看過嗎 有 啾啾鞋嗎 科普類的YouTuber比較少 哈哈哈哈 科普類比較少 那他在台中 那我們也支持他一下 這個色彩空間就是用來表達色彩的數學模型 所以我們大家曾經看到的 白GD色彩 代表紅綠藍三種綠色 或者是護刷用的CMYK 代表青色 陽紅 黃色和黑色 而這段又是大家可能少聽過的 1CBCR色彩空間 1代表這邊的明度 而CD跟CR代表藍色和紅色的彩 前面這一段就是我們在看影片的介紹 對不對 好 但為什麼要這種奇怪的色彩空間 這是一個我們神的視覺有關 大家知道神的視網紅上面有兩種細胞 一種叫做視網追細胞 一種叫做視感細胞 好 有沒有看到題目跑出來了 我要不要特別去記那個影片 要在哪裡要暫停 不用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這樣要跟各位互動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那視追跟視感 考考各位 這個各位可以作答好嗎 哈哈 你在那個上面可以來 你看 視追跟視感 色盲跟夜盲 到底是哪一個出了問題 這裡有兩個 比買樂透還容易中喔 因為命中率很高 好不好 你選完了你就按這個 summit 就代表送出 其實你可以出多少題 隨便你啦 只是我這邊只出一題啦 哈哈 好 請問一下 當然我們現在是沒有請各位做登錄 所以沒有辦法幫各位做紀錄啦 如果說各位就是有強 有強迫各位比如說有登錄Google帳號 那這個是可以把各位的回答結果記錄下來 那就可以直接做統計了 還就可以直接做統計了齁 那請問到底是哪一個 色盲是哪個地方有問題 也就是顏色分不清嘛 顏色分不清嘛 顏色盲是哪一個有問題 早知道就不要來聽這一趟課 還要回答這種問題 哈哈哈哈 色盲是視追吧 對不對 視感是跟什麼有關係 明亮度有關係啊 對啊對啊 這樣你了解的齁 所以如果你答錯了 我看一下 色盲 你答錯了 欸我看一下 你如果回答完他可以繼續啦齁 但是我看一下 我記得有一個答錯的 他沒有 糟糕 這裡沒有顯示齁 因為現在各位沒有登錄 那事實上這個的話是就是 如果你有登錄的話 他會幫你把那個結果記錄下來 這樣我們就知道 現場的觀眾 他到底回答的請 跟我剛剛直接做統計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齁 所以這個是讓各位了解一下 其實影片裡面出題目 應該是就是我們生活裡面 或者是在各位在做這個解範面 其實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的話呢 這個服務免費的 這個服務免費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興趣的 您可以進到這個網站 當你要註冊的時候 他會問你 你是老師還是學生 是老師還是學生 那如果是老師當然就可以出題嘛 學生就負責回答題目嘛 這樣你了解了 像我在這邊的話我登錄一下 我們剛剛那個題目呢就像這樣子 這邊有進來的有沒有 我的這邊這個我的內容我看一下 這是這裡 我有兩題 一題在這邊 就是剛剛那一題 另外一題在這裡 好那 剛剛這一題呢 我們看剛剛這一題 因為我們剛好看一下 我就編輯他一下 你看 這邊 他一進來之後呢 像這個雲段布 雖然沒有中文介面齁 但是不會太難 首先你一段影片 有沒有可能你的影片不用全部都看 對不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 截取你影片你要給人家看哪一段 哪一段 那你只要告訴他那個影片的網址就好 或者你要自己上傳也可以 第二個 你還可以錄製什麼 一段 或者是你要錄製所謂的註解 也就是說萬一他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你懶得哪字嘛 那別人看影片 或者你播影片的時候看到這邊 可以聽一下你的講法 你的想法 好這邊 那第三個最後一個 第四個 最後一個就是你可以出題目 你看我就直接跳出題目這邊 好 你看一下 我的題目在這裡 有沒有 我把它編輯一下 你出題呢 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很單純的 叫做問答題 只有題目就好 請現場來回答 對不對 第二種我們這一種的 就是有選擇題 對不對 好 那第三種就是單純的只有 就是你就做一個那個而已 就是做一個說明而已 好就做一個說明 就沒有問答的 所以呢你可以像這樣就還蠻方便的 你要哪一題 你可以自己決定 欸我的那個 題目 我想要出在哪裡 就找看看 自己 自己移動一下 看你要在哪邊 自己看一下影片 需要加題目就點一下 在這邊就可以加進來 所以一段影片你可以增加很多個 好可以增加很多個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你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 這裡 有沒有 跟每個人分享 跟每個人分享 那就可以取得一段網址 取得像我剛剛給各位的網址 別人就可以一起來玩 那因為這個服飾完全都免費的 所以各位就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當然他另外好處是 他可以跟Google有一個 雲端服務叫Google Classroom Google教室 他也可以做結合 這樣的話呢 你有登錄的話 就可以把學生抓進來 我就可以知道學生的學習情況 就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 就是只有單純自己 各位自己看而已 好自己看而已 這個是我覺得蠻好的一個服務 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好 好那再回到這邊來囉 所以我們剛剛這一個 再接下來這一個呢 我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用過Google的文件 平常因為大家都回到你的Office 對不對 但是Google的這個文件 像我今天的簡報 我用的就是什麼 就是Google的簡報 好Google簡報的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效果還可以吧 對不對 好那在這邊呢 可不可以做一些問答 因為以各位來講 簡報算是最常用到的 也可以 如果你有開放你的簡報的權限 有可以做評論的話 也就預設我們是可以只能檢視嘛 對不對 我只能看而已 如果你有開放評論 像我現在這個簡報就有 所以呢如果你有問題的時候呢 可以像這樣 因為各位現在在行動裝置上 所以呢您看一下你的那個 右 我看一下 右上角 行動裝置上應該有一個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加號 如果你現在看 在看我這份簡報的話 這裡會有一個加號 你就可以看 你在哪一頁 哪一個簡報 有想要提出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這邊 直接做一個加號 就可以提出來 我們這邊呢 老師這邊就會馬上看到 就會馬上看到 比如說我看一下 現在現在沒有人 你可以試看看 你看看 我看看 有九位同整牛進來了 喔有 你看 Tina已經滾了 哇 他已經進來了 那 如果呢 你有同感的 你就在這裡加一嘛 現在不是都這樣嗎 哈哈 啊你們糾纏不是這樣嗎 加一 對不對 然後回覆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我就來這裡把它按一下解決了 就好了 表示我在跟你在進行的 這個簡報過程裡面 你也同步看到那一頁了嘛 對不對 那解決了 就解決了 好 下面陳翰也進來了 有沒有 還有這個 王 瑞凡 有沒有發現了 這樣我們互動是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 你有跟我看到同步這頁的時候 我不用強迫你說 你一定要怎樣 但是你有問題 可以馬上提出來 而且這邊的提出 不是只有在這裡看到 如果說你回去之後才提出的 我也會收到Email公司 這樣 我就變成回去的時候再回答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其實 就是 Google的 所謂的這些 Office的這種文件 雖然 比不上 我們一般 圍繞Office 那麼豐富 但是你不要忘記的 它原生就是在網路上的 所以它在做這種 互動的部分 會比我們在哪裡 你去用那個 就是 圍繞Office 來的容易很多 來的容易很多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OK嗎 可以嗎 好 那其實我剛才有一個 忘記給各位加進來的 是在這裡 這個 這個是我們那個政委 唐鳳 唐鳳他有在用的 因為最近有個老師跟我講說 他看到這個還不錯 那我覺得說 也蠻好的 就是 如果說你是屬於這種 比較問答式的 問答式的 大家可能針對你的一些 比如說意見的 發表也好啦 或者是成果發表 有一些疑問的 你用這個方式也OK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進到這個網站 這裡有一個代碼 有沒有 P939 P939 你打進去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提問題啦 你這樣 你就可以在這邊直接提問 我就會看到 這樣也可以 好 也就是說今天 如果你不是簡報式的 或者說 你簡報式你擔心說 我已經 跑到其他頁了 我已經講到其他頁面去了 那 你 開放一個提問時間 也可以直接在這邊 好 有沒有人要試看看 你進來之後呢 就打上我剛剛講的那個代碼 P939 好 P939 那 問題就會出現在這邊 就會出現在這邊 我上電視了 有 這樣有看到了 對不對 這個方式也是一樣 都是匿名的 好 這是匿名的 所以你可以選擇像 瑞凡是誰 我不知道 這樣 這樣OK嗎 所以 等於說 我們在這個 活動進行中 也好 簡報進行中 您透過這樣的方式 大家的互動會比較多 所以 針對簡報的部分 我不用教各位 簡報技巧 但是呢 這種增加互動方法 您可以參考看看